走進店內 陣陣柳山清涼的氣味撲筆而來 有木質的存錢筒 開瓶器 琉璃珠 手邊提籃 這裡是林業署為提供遊客休憩 與推動當地部落產業所設置的概念店 就是有一種走進森林的感覺 就是有很多那種木質調的這種斬架 然後還有大面積的開窗 就覺得就是很舒服 重新打造以後 覺得這個環境比較舒適 而且周邊有一些木頭的座椅 比較休閒的 可以讓大家可以坐著休息 然後可能在這個樹林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空間 整間店以木質元素打造的概念店 主要銷售萊藝 泰吳 兩部落優質的產品與工藝 這對當地推動地方創生產業2.0 有很大幫助 這個園區內 讓我們的小農 讓我們的工藝家 能夠把他的作品 把他的東西放在這邊 讓我們來一鄉被看見 讓我們來一鄉的整個文化觀光產業 能夠向前邁進 今天這個是結合民間的一些廠商來做一些森林相關製品 那這個就是要活絡地方的經濟 這些產品在生產製造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加匯到我們很多的山村跟部落 展售的這些商品絕對也都是這個地方最在地的 這個最優質 而且能夠代表台灣的各種林產品 林業署這幾年不斷推動林下經濟與產業發展 也推出許多優質台灣山林產品 希望未來概念店為森林園區持續發展更多的經濟效益與文化推廣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軍榮李金菊台灣屏東報導